本週的雞排炸新聞一樣提供給你三則新聞 那接下來的雞排炸新聞呢 都會用主題式的方式來選擇三則新聞 因為過去我都是挑自己在這週看過的新聞當中 選出三則想要和大家分享的 但是會出現一個狀況就是 情緒轉折太多了 有可能第一則新聞是在講政治 第二則新聞呢就在講健康保健 2018九合一選舉結束十幾天了 我們看到了很多的選後作文大賽 也就是很多的評論家呀政治家呀名嘴呀 都寫了非常非常多的作文比賽 雞排炸新聞呢用北中南和大家聊選後新聞 頂首中題選舉無效之訴 律師奉重新選舉只會輸更多 選舉訴訟有兩種 一種是選舉無效之訴 也就是丁手中提出來的這種 不承認選舉結果是以中選會為被告 不需要差距千分之三都可以提 勝訴的效果呢是重新選舉 第二種呢就是當選無效之訴 宣布退出選舉而不是等到結果出來才發現 啊自己第二名要提出律師直言呢 重新選舉丁先生只會輸更多不會更少 我自己是覺得呢國民黨大佬現在應該覺得很頭痛 因為頂首中如果提出這個選舉無效之訴 那其他縣市也可以提出喔 因為這次有很多縣市的選舉結果就令人疊破眼鏡 例如說台中 重新選舉我覺得國民黨的大佬們應該是不樂見啦 頂首中呢這一次的得票數是比2014年 連勝文對上柯文哲比連勝文的票數還少三萬多票 所以我個人是覺得呢光是看這一點 比較適合繼續的在立委的角色上面 為你的選區選民服務 不要再浪費錢不要再浪費資源 第二則新聞我們就來看到台中囉 無學院內閣酷光學者說分贓行政制回來呢 選後第一時間拜會紅派張新招黑派嚴立民 正稱兩人就是未來的議長副議長迎來外界質疑 我們的紅黑兩派呢大家可以上Google一下 有非常精彩的關係圖 看到無學院JP的這個內閣名單 我相信呢台中市將來的吉祥物 絕對會是燒破壞寶寶 熟悉的台中最對位 我在選前有曾經在Yahoo的節目上 預測六都的選戰結果 當時就是猜台中會是國民黨議 因為台中過去有十年期間 胡志強是市長 大家都知道他跟黑道的關係都不錯 然後大家也都快快樂樂樂過了 那十年胡志強的時代 我分到跟過著床的人 沒有辦法再忍受第二個四年 然後再來我們羅學院很猛 這樣子 老人健保免費這件事情 其實這一次的公投結果啊 我會發現 年輕人的命運居然是掌握在老人家的手上 青壯年就是國家的未來 如果說老人家們只為了現在的福利 而不管年輕人的死活 相對的就是不管這個國家未來的死活 高雄我就想用另外一個角度來聊喔 合體韓國瑜被罵 反而林靖報公司內部有收錢有吃了黃 擁有150萬粉絲的林靖民公開書櫃 支持同志運動成為同志們的指標 近日他與韓國瑜合作拍片 因韓支持愛家公投 林靖被網友攻擊 那林靖他有一段解釋 我是想要拿來說 他說呢 他平時沒有什麼在注意政治 根本不知道韓國瑜是誰 所以他當然也不知道 合作拍片的對象是支持哪一邊 自己是同志 但是在因為不關心政治 不了解對方是誰的狀況下 跟一個反對同志的人一起拍了影片 我們可以從這個新聞延伸出 一件事情就是 大家必須要好好關心政治 政治就是眾人之事 你不管政治政治就要來管 你看林靖這件事情就是 一個活生生的例子啊 請好好地關心政治 政治任何人都可以評論 因為我們身在台灣 我們是一個自由民主的國家 那這一次的公投結果呢 讓很多人都很相信 我自己也很相信 不過也透過這個公投結果 發現自己的同溫層原來這麼厚 該不要那麼得意忘心 就知道要繼續努力 這一次的選舉結果 我相信在未來 都是有好的 都是有正面的幫助 這一次有參與投票的人 不管你的立場和我也不一樣 我就非常的感謝你 參與這場投票 其實我們台灣的投票率 相對其他國家來說是挺高的 那這一次公投的結果呢 我們台灣人想表達的就是 第一個我們不是台灣人 我們是中華台北人 然後我們拒絕核實 但是呢 又不反對核能發電 不想要讓國中生了解性貧教育 大家在看到這個影片的時候 有沒有覺得這幾天都十二月了 天氣還很熱 想起了一兩年前有一個反同性戀的阿姨 阿姨說 什麼女孩可以帶女孩 什麼女孩可以帶女孩 人啊沒有這麼有體力 天啊沒有這麼有家氣 這次已經幾歲了 還這麼爛 那公投的結果都過了 阿姨 現在的天氣 你覺得是正常的天氣嗎 誰才違背天理呢 本週這排大新聞就到這裡結束啦 那掰掰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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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姨